不能放要立刻吃 所以我们的玉米排骨在林森北路 我们是苏家玉米排骨 最厉害的对不对 这个就是最传统的 然后也是最好吃的 因为好的东西要 玉米排骨你知道我妈也常这样煮 但是你们煮的是特别不一样 我们煮的时候是跟很多鸡跟很多 跟很多鸡跟什么 我也要 好 玉米排骨其实你知道最那个的就是 是啊有的时候煮到那个汤里面很甜 但是玉米已经没有味道 对不对有的时候会这样就这样 因为我们煮这个玉米排骨的时候 我们还有鸡的甜味 所以我们糖 我们的玉米排骨里面都没有加味精 就会很甜 对它本身它有玉米跟排骨的甜 对它是它很吃 好啦一点点就好 我很急你知道 这个不是你自己要的 对没有这给你这给你 好啊我自己要喝汤啦 是这样它汤比较贵 对了它汤一碗五十块 真的哦 好吃 好不好喝啊路路 嗯好喝 那个玉米你赶快帮我吃一下 玉米还甜不甜 超甜 非常甜 因为我觉得老板是很佛心的 就是他很注重品质 他的玉米呢 他煮完汤头把玉米的甜香 煮到汤里面之后 它会捞起来 然后再用新鲜的另外的玉米下去 给大家吃 佛心来的真的 它因为我们都一直保持 因为我们不能玉米一直煮 一直煮的话它甜味会流失 对所以我们要保持它的原味 我们也不能加任何东西 所以我们煮完之后 时间到了我们玉米要赶快捞起来 可能需要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放上去 让它热一下 所以玉米就还会甜 对对对 您俩行 我知道自己能打算